在今天的記者會當中 林子廟頻頻提到自己連累了 兒子跟女兒感到非常抱歉 也數度哽咽痛哭 不過這樣請讓綠營的宜蘭縣議員痛批 這是不是在打親情牌 一哭帶過呢 卻沒有完全交代清楚事情原委 講到機動處 認不住哽咽落淚 宜蘭縣長林子廟 在縣政府召開記者會 面對鏡頭卻是向家人道歉 謝謝大家 最後林子廟終於放下手中的稿 一樣提到兒子女兒氣不成聲 林子廟被批評 試圖打親情牌 背情牌 不過針對涉嫌圖利 財產不明等罪嫌 卻沒有多做回應 想以偵查不公開代過 縣議員不買單 直指縣長家人也絕非完全無辜 也因為他個人的關係 還有家人嚴重的肝症 已經嚴重影響到整個縣政府 我們的基層公務人員 林子廟二兒子林佑澤被檢方指控 涉嫌湮滅證據 以高額兩百萬元交保 但林子廟只覺得沒有錯 一意點名兒女的名字淚灑現場 身為地方父母官 卻只對自己的親生兒女道歉 憲民感受恐怕才是欲苦無淚 接著這段報道